鳳胎消息 今年第三號鳳胎骨抄 說要來形成嗎 起上郊說到為了這個火力冰冬 風的力帶性假期了 相信今天晚上到今天早上 就變作鳳胎骨抄 不過起上郊表示 說這鳳胎對臺灣影響的機會 應該不大 這個熱帶性低下 未來有形成颱風的機率 不過整體來說 由於它的路徑是 朝琉球南方海面 接續會往日本南方海面移動 所以目前的資訊評估 直接影響臺灣的機率是比較低的 雖然骨抄對臺灣影響不大 不過起上郊強調 從明天開始 水期會慢慢越來越多 這次六禮拜到後禮拜日 會有一部這個價格 壓台會來挖金 水期會比較多 全臺灣到時候都會流行